天津女排在新赛季的联赛中继续保持着强劲的势头 在已经进行的七场比赛中获得了全部的胜利 不过在强劲的势头下 天津女排也显示出不足的一面 那就是在队伍中几乎找不到年轻球员的影子 这些年天津女排没少在全国范围内挖掘人才 但能够成长起来的却几乎没有 这源于天津女排经常引入实力强大的内缘和外缘 挤压了年轻球员的发展空间 耽误了他们的成长 在其他球队中 新一代年轻球员像吴孟杰、周叶彤、王亦凡、庄宇山等 逐渐成为联赛的主力军士 天津女排的新一代球员刘美军和董明霄 却还处在无人问津的角落里 天津女排自从李英出道之后并不是没有后起之秀 相反天津女排的后起之秀比起其他球队来得更早一些 像王亦竹就是其中之一 王亦竹在2017年的全员会中展露头角获得冠军 在2019年代表国清队参赛 并站稳脚跟 此后还代表中国女排参加了2019年的亚锦赛 有了国家队的履历 按理说王亦竹应该得到天津女排重点培养 却不曾想从2019年的联赛开始 王亦竹几乎被天津女排搁置了三年 2019至2020赛季 天津女排在内园上引进朱婷 外园上引进美国接应胡克尔 这样天津女排的边攻守就被朱婷 李盈盈和胡克尔占据 王亦竹等于无球可打 2020至2021赛季 天津女排继续引入朱婷 虽然没有引入外园 但为了保障李盈盈的进攻 天津女排重用了杨益打接应 王亦竹的出场机会很少 2021至2022赛季 朱婷离开 天津女排却在内园上引入了刘彦涵 外园上引入了强力接应瓦尔加斯 王亦竹仍然无球可打 从2019年开始 这几年本来是王亦竹踏进国家队大门 夯视自己在国家队印象的关键时刻 但三年的联赛 季末期让王亦竹的技术能力几乎在原地踏步 导致她留给国家队中的印象越来越淡漠 2021年奥运会后 中国女排面临新老交替的转型期 这本来是王亦竹的机会 可惜的是天津女排并没有刻意地锻炼王亦竹 增加她进入国家队的技术筹码 2022年 中国女排新任主帅蔡斌在攻守青黄不接的情况下 招入了王亦竹进入国家队 并且让她征战了试联赛和试锦赛 然而在联赛中缺乏锻炼的王亦竹 在国家队中自然也不会有好的表现 蔡斌主教练在个别场次对王亦竹进行考察后 王亦竹就踏踏实实地变成了中国女排的边缘主攻 位置排在王云露和今夜之后 本赛季 天津女排在主攻线上并没有引入内缘 可是从国家队回到联赛的王亦竹依然无求可打 天津女排主教练王宝全给出的理由 是王亦竹从国家队回来后状态下滑 所以在联赛的主力阵容上 要启用李盈盈和陈伯雅的主攻组合 这样在国家队走了一圈的王亦竹 不但没有得到联赛的重用 还从国家队的替补降为联赛的替补 目前天津女排在联赛中已经进行了7场比赛 王亦竹还没有上过场 可能王亦竹又要度过一个寂寞的赛季 这样的状况下 不知王亦竹还有什么优势能再次被招入国家队